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首次新闻发布会12月30日在福建厦门召开 出品人及总制片人于东 总监制黄建新 监制及导演徐克 领先主演吴京 主演朱亚文出席发布会 当天于东透露 《长津湖之水门桥》无论是场面还是演员表演 这部大结局都比前作更加精彩 更具可看性 吴京在现场也分享了影片拍摄的艰辛 第一天就拿了四个风泡对着我 千禧还有李诚 然后呢徐克导演就趴在雪地上给我们吃饭 那个风泡吹在脸上 我们那天夜里放凌土的屏 全是喝风 然后导演还趴在地上 一直拍到三点 然后导演说 要放宵夜了吗 我不饿呀 那天晚上是零下31度 当天 长津湖之水门桥曝光了首支预告片 吴京坦言拍摄过程的确不易 但相较这些最可爱的民族英雄真正面对的危险与挑战 这些全都不值一提 但是在怎么辛苦 其实也都比不上我们的志愿军千辈 我们是有保暖衣的 我们是有帐篷的 我们是有热饭热汤的 我们是有后期保障的 我们是有后期保障的 而那个时候 志愿军的前辈们 他们单衣单苦 只有一个土豆 这种情况还要冒的是真正的枪林弹雨 我们就是有一些炸点 很安全 所以真的我们 因为每次回忆这些 利益灾目的这个开张的时候 真的是特别的感动 然后也要更加的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随着长津湖打破此前 由战狼二保持的国场票房最高纪录 登顶中国影史票房版 有网友调侃到 能打败吴京的只有吴京 发布会现场 吴京回应了该调侃 这是我一部终生难忘的戏 不存在什么吴京打败 打败吴京的只有吴京 是所有是中国电影 在步步的前进 在往高峰 更多的高峰去前进 我只是有幸作为1200人 1400人其中的一份子 有幸参加了几份演出 你作为一个演员 你有责任有义务 让所有的工作人员 让他们开心 让他们相信你 或者说让他们去支持你 因为最后成就做的是电影 所以我真的是 我觉得这部戏 你缺的谁都行 没有我也一定会有 这么高的票捧成绩 据悉 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 将在2022年与观众见面 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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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